长10公尺的梯子底端落地 所以梯子的底端在地板上 顶端呢是靠着墙 所以顶端靠着墙 如果梯子和地面形成60度角 所以这个角呢是等于60度 是求梯子底端到墙角的距离 好 这个三角形呢 我们把它的方向转过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边是60度 好 斜边就是我们的梯子 好 那这边呢就是梯子的 底部到墙角 所以我们要算的就是这一段的距离 我们假设它为X公尺 好 那梯子的长度是10公尺 我们呢列出ABC 这样比较好表达 好 我们要求的底端到墙角的距离 就是我们的X就是我们的AC 好 那这边呢 梯子的长度AB就是我们已经有的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两个边 AB边跟AC边 我们就可以利用cos这个三角函数 cos60度呢 就会等于是AB分之AC 而且就会等于2分之1 好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AB是10 所以我们的AC将会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用交叉相乘 两倍的AC长度等于10 所以AC的长度就会等于5 那我们的单位呢是公尺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梯子的底端到墙角的距离 就是5公尺 我们下期再见